你好,學生和兒子很高興 我知道兒子在加拿大讀書讀得很好 但是我想訪問家長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讓小朋友讀書 最主要是他最初要求自己過去那邊讀書 因為他發覺在香港的教學制度不適應 變成自己沒有信心升讀大學 我想走另一條路 譬如在加拿大讀書讀大學 然後在加拿大那邊找到一間大學去完成課程 但是你剛才也聽到兒子想回來香港 是啊 但是你心呢,作為家長 其實我也想去香港 因為一來 是嗎? 我說悶才回香港 悶才回香港 但是我覺得香港大學 其實如果你想到香港大學都不錯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雖然我們做海外星學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跟同學說 香港大學不一定那麼差 香港大學其實不差 只不過他中間要 去上香港大學的路可能是比較辛苦 辛苦一些 還有有時候會講運數 那變成家長當然希望大家可以上大學 那變成如果他本身對大學那條路都不是那麼有信心 嗯 那給多一條出路 就是在外國可以讀高學 或者升讀大學呢 可以完成到他的大學理想 嗯,明白 那兒子,你剛才呢 就跟我們說 就是你很想回來香港 那今天在這裡 和爸爸Polmas 你努力讀書 繼續第一位 那看看你最後平均的成績 會不會拿到90分 回來香港 可以嗎? 嗯,我們有片為證的 努力 嗯,好嗎?